全球新观点提供你理财新视野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王燕婷 美国总统大选精彩绝伦 光是个初选而已 剧情就已经出现了好几番的转折 不看到最后还真的猜不到结局 好这两天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是美国民主党如火如荼的在进行初选 当然美国总统川普他也注意到这件事情 特别关注结局 毕竟他想知道到底是谁要来跟他竞争总统大位 这不看还好一看下去 哎呀我的天啊不得了了 怎么看了老半天搞了老半天 兜兜转转转了一大圈之后 他的对手竟然还是他美国的前副总统拜登 好拜登从去年投入到民主党初选的一开始 其实声势就蛮好的 很多的媒体声量都蛮看好他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当过美国的副总统 当过这么高的职位 不管是在背景上面也好 或是政治基础上也好 或者是他拥有的政治资源等等的 其实在其他的候选人当中 都是有绝对上的优势 所以呢川普似乎也知道这件事情了 因此还记得吗 为了要凑凑凑个拜登的锐气 他去年干了什么事情 他去年啊利用他总统的直选 打电话给乌克兰的总统 希望乌克兰的总统能够帮他一把 来调查一下拜登父子 是不是在当地或是他们这些其他地方 有些公司开的公司 是不是有一些丑闻可爆料呢 是不是能够借以打击拜登的士气 让他民调可以受挫而往下滑呢 那当然这件事情最后还是有被揭发 所以还记得吗 川普最后是被整个国会下议院 是来做一个这个弹劾 觉得他滥用总统的职权非常不可以 虽然最后啦凭借着这个上议院 参议院是他们自家的人 所以他最后川普是安然过关 可是啦这事情过了这个这么一大圈 最终他们川普在身世上面 还是有受到一定的程度的影响 不过在拜登呢 拜登也因为这件事情也有受到影响 所以从这个通污门被爆料之后 虽然主攻的是川普 但是因为似乎大家对于这个拜登 是不是手上真的有一些丑闻上的疑虑呢 因此从这件事件之后 拜登的民调也是有往下滑的 很多其他同党的候选人 民调是不断的在超车拜登 但没有想到喔 这礼拜的初选呢 拜登又后来居上了喔 而且是逆转战时领先 这个让川普火大的是 金融市场的反应啊 怎么好像是为了拜登 而这个开高走高庆贺 道琼指数涨了将近1200点呢 要想耶 他这么的辛苦 跟联准会这个杠起来了 跟鲍尔喊话喊话老半天 终于这礼拜 他争取到为大家争取到降息这件事情 结果大家没有理他的这个攻击吗 反倒美国股市道琼还记得吗 道琼指数在礼拜二的时候 还狂卸了800点 明明为大家争取降息这么好的福利 结果看到拜登 大家一知道拜登现在有希望代表民主党出来参选之后 反而在昨天啊 这个美国股市倒涨了将近1200点 你说川普不火大吗 我帮大家争取这么好的福利 没人理我 结果说拜登要出来参选了 大家这个道琼道涨了1000多点 这什么意思呢 所以川普相当的火大 气得在他自己的社群媒体 推特上面就开始发文抱怨了 觉得这个民主党的其他的候选人 这个对手 拜登的对手这些人 怎么选战策略上面这么的不聪明呢 好这是川普非常可爱的地方 不过与其说市场对拜登的支持 所以美股飞涨了千点以上 我们觉得更准确来说 应该是市场上面 出乎预料的结果与安心的反应 我们看到的是 自从拜登身世撒滑之后 原本串起来的是谁 是他工人家庭出身的桑德斯 他为什么串起来 因为他苦民所苦 凭借着跟一般的民众 站在同一阵线上面的论调 而迅速的串起来 他关注什么 他关注中产阶级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 或者是他支持工人的权利跟保障 所以借此拉近了跟民众选民之间的距离 尤其是他这些都是保障民众的工作权 生存权等等这些政策论调上面 非常非常吸引年轻上面的选票 而跟其他候选人 民主党自家候选人上面论调有些不同的是 在经费这一块也看得出来 他非常讨厌富豪 他实实在在的就是跟民众站在一起 所以在经费的这一块 这个桑德斯他是拒绝富豪任何的赞助 那他的经费来源都从哪里呢 主要是靠网路来跟一般的民众来进行募款 那到底募了多少规模 其实并不知道 因为他没有公布更多的细节 那只有其中的这个媒体有透露出 他这经费当中拿了2000多万美元的费用 出来当作宣传费 要来提升他的知名度也好 或者是来打打他的政绩 好从这个规模上面 也让大家非常非常的惊讶 这个规模是不是也看得出来 拜德桑德斯他串身的热度之快之大呢 因为要想我们刚刚讲了 这些经费从哪里来 完全不是从富豪身上拔下来的 是民众对他的支持捐款给他的 所以从这个费用规模上面 让大家也是持续看好桑德斯 这个声势高涨的一个原因之一 好那其他人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最近追踪的三场 其他人像是富豪彭博先生 彭博先生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大富豪 也这个创办了媒体公司 所以他自己非常有钱 那他是从中才加入的这场选战 为了能够后来居上迎头赶上 所以他有掏出了 大概3.7亿美元的费用来投入宣传 这方面不过这个投入的这么多的金额 对比在民调上面的成效 好像相比之下是比较有限的 反倒看拜登比较会精打细算吗 他投入的经费是470万美元 是三场当中最少的哦 但没有想到这一次的初选 他是一马串起来逆转胜 好如果从民调来看 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三位的民调 从各大数据网站来显示 桑德斯其实从2月开始 在民调上面就一直稳稳的位居第一位 我们刚刚讲了嘛 不管是从这个经费 是从哪里得来的经费 还有在民调上面 这个桑德斯2月开始 民调上面稳居第一位 都可以看得出来 好像桑德斯蛮有冠军项的 因此大家都觉得 这礼拜的超级星期二 应该还是桑德斯能够稳稳的领先吧 可是还记得吗 我们前两天的专题也有特别提到 在超级星期二登场的前一刻 桑德斯好像有一点这个踢到铁板吗 拜登是拿下了南卡罗来纳州 中断了桑德斯连胜的气势 似乎也预告着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先前 大家没有出来表态的未知数 因此可以看到 最终这一轮的初选结果是什么 看到了拜登是566张的党代表选票 成功的逆转了桑德斯拿了501张 虽然比数咬的还是很近 但是可以让这个市场上面跌破眼镜的是 因为原本预期的是桑德斯 那没有想到拜登的获得选票 直线往上窜身起来 那反倒是彭博 他砸了这么多的钱 可是这对于民调 还有对于民意最终的结果 在这一年的初选结果当中 只有少少获得了53张的党代表票 因此他看起来 好像是比较没有希望了吗 因此彭博有最新宣布 他退出这一轮的这个民主党 接下来后面还有好几轮的初选 因此他退出要来做参选的动作 转而公开支持拜登 因为他说 本来他出来参选的这个最大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把川普拉下马 而不是要打败谁 这样的结果其实也让金融市场上面 暂时松了一口气 因为我们也讲过 桑德斯这个人是比较激情派的 他的政见 他的政策推出来 都是对于富豪 或者是一些企业上面比较不利的 因此当大家知道 比较温和的拜登逆转了局势之后 道琼当然就狂飙了将近1200点 而这场初选要说是民主党内部的厮杀 或许从本质来看 可能还是民主党跟川普之间的战争 为什么 怎么说 我们要看回的是桑德斯 桑德斯本人他的这个参选路线 其实从一开始他的参选路线上面 跟民主党本身的风格格调就非常炯然不同 我们刚刚也讲了 他更着重于什么 他更着重于站在民众的这个立场角度出发 所以推出了很多的政策都是比较激进化的 更着重在中产阶级上面的这个强调跟看重 所以这个种种路线看起来 其实这一些跟当初川普上一轮总统出来参选 他串起来所这个走的路线是蛮相似的 所以市场上面有开始觉得 桑德斯好像有川普化的迹象 而且后面看到他推出来的政策 一个一个政策主打出来之后就又发现 不只是川普化而已 是比川普还要来的激进 比方说什么 比方说他有提出要推出 这个课征高额的富人税 当然这是对富人比较不好 也是富人或是企业跳蚤的地方 还有一个是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反对自由贸易 支持增加关税 这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去支持增加关税这件事情 比川普上面来说更加的激烈一些 那这些政论这个不断的提出之后 其实颇让他们民主党自家人很头痛的 为什么啊 我要打一个川普就已经打得非常辛苦了 我自家人还出了一个小川普吗 或者是说比川普还要来的激烈的人 那不就是出了一个自家更不受控的人 那怎么行呢 而且在想刚刚也讲了 他提出的政界有什么 比方像是提出了很多社会福利 因为他苦民所苦嘛 希望能够推出更多贴近民众的一些社会福利 那问题就来了 这钱要从哪里来 你说要课征高额的富人税 但是这些有钱人身上 真的能够拔到这么多钱吗 因为你要推出这些政界 要这个符合能够用在全美国人民身上的话 这些钱的规模恐怕会造成美国的赤字 每年增加30兆美元以上 那这些有钱人有拿得出这么多税吗 那到时候自家的议员要通过这些法案 到底是要挺你还是不挺你呢 这就是第一个问题嘛 第二个就是他我们刚刚也讲了 他在这个关税上面 他是非常非常赞同增加关税的 可是现在市场上面民众来说 企业间来说 其实对于川普打贸易战 已经非常非常的疲累了 那你说你要增加关税 所以你上任之后 是要继续延续川普的贸易战 甚至是打得更激烈吗 种种的考量之下 所以传出来民主党自己内部 早从去年底开始 就开始在召开密门会议 密门会议要密谋 如何把桑德斯给拉下来 让他不要窜得这么快 是不是可以有谁能够取而代之呢 但是从民调上面的显示来说 桑德斯依旧是稳稳的攀升 我们刚刚也讲 直到2月开始 都是稳稳的稳居第一位 这逼得好了 民主党只好使出啥手键吗 因此逼得民主党 这些比较温和派的人 现在开始大团结了 早在这个 这个礼拜的超级星期二 在初选之前 就开始有发现 有人开始要做一些 气宝效应吗 有两位代表候选人 一个是布塔朱吉 一个是克罗布策 这两个人直接在这个 初选之前就直接宣告说 我们退选 我们不参加了 而且他们不只是宣告退选而已 是直接还公开 向他们的选民喊话说 如果我不选 那希望大家把票转而来支持拜登 把显见开始 民主党的温和派开始大团结 好这一场初选又执行下去之后 我们刚刚也讲了彭博 彭博看到他自己的这个胜选也无望之后 他后来也宣布退选 而且退选之后 他也转而加入温和派的阵营 告诉大家他也是公开支持拜登 所以也是这个种种迹象跟种种的关键 都让拜登在这一轮初选当中 能够逆转胜桑德斯的主要原因 这也显见得出来 好像民主党的内部更是更属于拜登吗 当然拜登也不是靠着党内的支持 才扳回领先的 他其实本身就相当相当有实力 比方第一个我们讲过 拜登他当过三十几年的参议员 这个在政坛上面其实也是老资历的 也当过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 等重要的职务 更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一直在讲嘛 前副总统前副总统 他后来有跟前总统欧巴马来搭档 担任了八年的副总统 所以这样子累积下来 他是有相当相当雄厚的政治资源跟人脉的 好 正因为也跟欧巴马担任过八年的副总统 欧巴马的这个背景是什么 欧巴马他本身的这个背景是黑人嘛 所以他跟黑人总统搭档八年之后 因而就让黑人对他其实是更加亲近的 对他是颇了解的 所以在这一次的初选关键战役中 黑人也起到了很大很大的关键作用 因为他当过这个跟黑人总统一起搭档过 所以这一次的初选当中有很多很多的黑人选民 都站出来挺他 这也是他这一次能够扳回颓势的最大关键之一 再者第三点就是民主党自己的这个内部支持力量 开始开始也都往拜登来做靠拢 当然目的就是为了要击败川普 所以这个选了一个有雄厚背景这个资源的人 而且又获得比较不同种族的这个选民来做支持的这个民的候选人 当然选来选去之后大家都还是觉得拜登比较好 更何况桑德斯固然名义也是蛮高的 可是他好像比较激进 好像也不利于民主党的选情 所以现在民主党也开始往拜登来做靠拢 有了这三大力量之后 当然拜登这一次就是能够成功的来选赢了这一次的初选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 这一次的初选领先并不代表就是这个拜登能够代表民主党出来参选 因为我们也讲了这一轮只是一个前面三分之一的过程而已 后面还有三十几个州的初选要进行投票 这一选要一连串的一直进行到六月 要进行到六月整个初选才会正式的大抵落幕 而且刚也讲了 他的获得的这个目前获得的党代表票是多少 五百六十六张 桑德斯他获得的党代表票是多少 五百零一张 总共要拿到一千九百九十一张的党代表票 才能够获得党内的提名 那现在第一轮这个前面三分之一的过程 第一轮两个人比数咬得这么近 这也表示说桑德斯在大家的心里面 其实还是占有一定的分量 所以很有可能在后面的初选过程当中 有可能还是会随时再翻盘 好 我就请您持续锁定我们全球新观点 以及YouTube频道 一起来追踪美国大选的这一行动上